眼前这道清爽的生菜沙拉 就是用大家都熟悉的迪宝莲来制作的 加上自己喜欢吃的水果 或者是陆野当地盛产的凤梨 再调配酱汁 就成了一道相当好吃的水果沙拉 其实是这样子的 因为像我们在夏天的时候 我们都会想吃一些比较清爽的东西 像马齿馅 这个马齿馅就是我们以前 我们讲的台语叫做迪宝莲 像以前我们不是早期王宝川 他在苦手摇18年的时候 他都是用这个来入菜 其实这个对生理是很好的 这个是白花的马齿馅 因为我配上我们当地的水果 就是我们有凤梨 像也可以加百香果入菜 另外这道虾仁百香果 造型漂亮之外 吃起来也特别的好吃 还有还有现在最夯的洛神花 你绝对没有看过 竟然可以煮汤 也成为了洛神花鸡汤 对对对 那个像我们台东 洛神花是我们台东的红宝石 今年的洛神花的价格又飙涨 所以我就用了洛神花来煮鸡汤 这个是没有人敢尝试过的 对啊 因为像普通一般洛神花是比较酸的东西 要入菜的话可能大家都会怕 要清爽的东西 那这个这道我是慕名而来吃的 然后很清爽很好吃 这个汤 蛮蛮好喝的 有喝过用沛神去煮鸡汤吗 没有 也是第一次尝到 对 百香果 百香果 有吃过这样子用海鲜加那种水果的吗 没有 第一次吗 第一次 更是一决 富姐说因为喜欢清爽的美食 所以不断的推陈出新 研发了这三道菜 未来也继续会为喜爱她的客户 不断的研发 希望创新 又能够照顾大家的健康 东台讯文部郑慧如 在路野乡的采访报导 赞